好 OK 那我現在來錄這一篇Wix的中文字體 那它最近它有更新它要開放這個字型上傳的功能 FONTS 好 那我上傳 微軟正黑題 好 那我就等待 等待它上傳 好 上傳完成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邊暫停一下 OK 好 繼續 呃 我們現在上傳檔案這個是 呃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個WOFF檔 8.9M8900K 但是呢 它的官方文件是寫說 大小限制 1.5M8 嗯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上傳成功 之前是沒辦法上傳 但它這是 有重啟這個字體 上傳的功能 而且 而且忽視這個1.5M8了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是真的起作用 微軟正黑題 OK 我們再確定一下 欸 還在 好 這個字體 看一下顏色 看有沒有辦法改 欸 欸 現在可以改正黑題了 好 再回到剛才的部落格 嗯 OK 這邊補充一下 呃 選單的部分也可以改字體了 那怎麼改齁 我們從Manage menu這邊 然後有一個Design 一個Design這裡 好 一個畫筆這裡 客製 Customize 這邊好 Customize Design 客製設計 客製設計 客製化 那我們這邊 按一下 裡面有一個TXT文字 然後這邊有一個Font 可以改字形 OK 那就可以改 那我 改一下看看 這個 用中文字就很明顯 那個 微軟正黑題 OK 這裡面好像沒辦法改字體 沒有關係 我再看其他的 OK 那我看一下內文有沒有辦法改 所以 所以 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是 只有 還沒辦法全部 所有的 預設 系統文字都改成 你要的字形 但是可以知道說 很明顯 它現在有開放 這個字體上傳 而且 不受 這個大小限制 像我這個 剛才提到 是 8Mbps左右的 檔案 好 那你們可以在 網上下載 這個 微軟正黑題 記得下載 那個 檔案比較小的那一支檔案 沒記錯 應該是 嗯 8 8.9Mbps那一支 如果你上傳 TTF 記得是 14Mbps有點太大了 好 那我們這邊 先暫停一下 好 OK 繼續 那我剛才看過它一些設定 目前還沒有 功能 可以開放 呃 預設字形 那 像一些 像這個 裡面這個 外掛裡面的 內容 也可以改它的字體 像比方說 像這個地方 好 這邊有字形 可以選 微軟正黑題 OK 因為英文比較分辨不出來 OK 那基本上 你如果要上傳奇奇怪怪的中文字體 其實沒什麼效果 因為目前 電腦 像 Windows的版本 跟 蘋果電腦 基本上 常見就是 新名細體跟正黑體 如果你下載什麼 統統體啊 或什麼 海報體 其實你電腦有這個字形 看得到 但是 客戶端或是 手機其實還是會用預設的字形 好 那以上就分享這個 近期更新 還有中文字體的 上傳影片 分享 謝謝